好 现在大家都在说 到底能不能够打得到疫苗 或者是有些人根本就不敢去医院打疫苗 这些状况该怎么解决呢 指挥中心预计 6月就会有500家的基层诊所 来帮忙加入施打疫苗的行列 不过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咨询委员李秉颖 就建议说 有一些没有冷冻技术的设备的这些诊所 疫苗保存恐怕不易 如果诊所要加入来帮忙的话 那么指挥中心是可以考虑设立大型的接种站 疫情冲击之下 医院从筛检急诊治疗到施打疫苗工作忙不完 尤其在疫苗人人等打的状况下 指挥中心决定在6月份找来500家基层诊所 加入施打希望增加量能 诊所多有规定需要的冰存设备 不断练系统跟人力 全台湾至少有几千家诊所 多有这些能力接种疫苗 诊所冰存量够不够 像是AZ疫苗必须是2到8度C 莫德纳-15到-25度C 接下来则是储存温度最低的BNT疫苗 -60到-80度C 也是诊所保存最不易的疫苗 可以考虑就是在一个集中的疫苗 接种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型的运动场 类似的场所 然后很多医师到里面去帮忙 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咨询委员李冰 认为诊所加入施打工作 的确有助于工作分流 指挥中心也表示 8月就会增加到1000家基层诊所 加入施打 让疫苗接种速度越快越好 华世纪警选罗大伟台北报道